這個麻煩各位掌握一下時間 10加2 部長 昨天啊 就是財政部部長去找 這個張金的 不管他是學者的身份 還是這個房價問題 最嚴重的台北市的副市長身份 同樣的 這個政府行政部門裡面 擁有 對這個房價 或者住宅政策 具有政策工具的 大概就是財政部 用他的租稅手段 那主管機關當時內政部 內政部可以從這個供給量 或者其他的政策工具 去抑制房價 去控制房價 為什麼 那個張部長 你寧願去找這個張金的 不願意去找你成為人談 其實 我想我們今天 房價之所以飆漲 我想是炒作有很大的原因 炒作 為什麼會有炒作 就是政府失能 政策失能 炒作跟稅 會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才 所以是財政部的責任 不是 財政部縱容炒作 這一部分有很大的政策工具可以提供 所以你是住宅政策的主管機關 你不能迴避說目前房價高漲 所得比高到離譜這種問題 這已經形成國家安全問題 讓青年人看不到希望 讓青年人沒有未來競爭力 所以這個部分 你不要說這個是因為租稅政策不當 政策工具失能所造成的炒作 你哪件不 你住宅機關 你要付借啊 攻擊量 所以當然住宅就變成這樣 當然內政部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 是不是因為政府失能 政策失能 才會縱容炒作 才會造成今天的這個高房價 才會造成全世界第一的高房價所得比 他這個 整個房價會炒這麼高 有多個原因 我想不是 也不是只有租稅的原因 他有包括率率很低 是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有資很多整個投資的移稅比較少 你知道嗎 部長 馬總統上台的時候啊 2008年 台北市的這個索得比是多少 馬市長 是10點 你說是在 他上任的時候 他當總統 10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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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過6年在馬總統的任內 台北市的索得比提到50% 掉15倍 那新北市呢 那時候新北市呢 新北市是 第一季的話是7點8 第二季是7點4 所以2008年第一季是7點8左右 還不到8 那現在呢 經過了6年在馬英九總統主政之下 他的住宅政策 的執行之下 索得比提升在 新北市提升到將近13% 所以就是炒作 炒作背後的意思就是所謂的政策失能 政策失當嘛 所以當然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 那你現在要來亡羊補牢 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決心 就看你的工具對不對 好 昨天他們討論幾個方向 你作為一個主管機關 他們的昨天的這個結論 跟共識 您覺得支持嗎 剛才我看了報紙講說 他們希望能夠讓非自用的住宅的持有成本增加 這個我贊成 非持有那增加的比例是3.6% 百分之二嘛 上限百分之二 後來提高到百分之三點六 這個對豪宅對台北市有抑制的效果嗎 就是說它是空屋 我們把它姑且這個視為空屋稅好了 非持有的這個 非自有住宅的這個房屋稅 所以這部分比那個 氣機車的燃料稅還更低啊 我想任何政策工具 大概沒有可以用一種政策工具 當然啦 當然是 這不能夠單一要方要複合式的嘛 好 他們提出這個這個這個方向 你覺得支持啦 是 但是有沒有效果 會有局部的效果 但是就是剛才你說的 一定是一個負荒 所以你做一個任務 你的目標 你應該有個政策的目標 在你任內 你希望台北市降到多少所得比 我們院長已經宣誓說 百分之十倍嘛 還能夠降到十 那你現在所推出的所有政策工具 你覺得達成的機會大不大 或者跳票的機會大不大 我想這比較進一步的評估 因為包括他降的 他在稅制的改革 在這一部分 大家能夠接受的範圍是怎樣 那包括未來 綠率等等這樣的一個 變化的情況 都會影響到將來守得比 右方啊 大家都會提啊 政策大家都會講 問題你有沒有貫徹的決心啊 一路走來六年了 六年它是每況愈下 越來越糟 所得比每年都提高啊 我不期待說未來兩年 它會有所控制 甚至會下降 只要不要惡化就好了 只要增長的幅度 不要那麼高就好了 所以我們對全國民眾是對馬政府不到有任何的期待 問題在哪裡 問題說政府跟人民信賴關係已經徹底的劣結了 你講什麼民眾都不相信 所以它8%的制度就上來的 不然你要拿出魄力來做啊 而且要立竿見影啊 所以你要主動去找張聖河 不是要單張聖河來找你 你要去找他說啊 來參考看看啊 你的主動政策要怎麼處理 我的政策工具有哪些可以用 我來推薦 制定一個時間表 制定一個目標值 一年我要講多少 一年要講多少 目標值訂出來之後 你才有所謂政策工具 要下多少的猛藥 結果我看它是很Ruff嘛 很抽象嘛 很Lake嘛 所以我對你們那個 住宅政策跟防護政策 台灣政策相當失望 所以 你看看 你未來 你要怎麼做 沒有剛才講的就是我們 幾個方向都要來做 所以是 我想 所以不是你的問題嗎 所以是張聖河的嗎 那就我來講 我們當然就是在 均衡發展這個國土規劃方面 這也是我們 需要來努力的 希望能夠 均衡發展跟國土規劃 那個是長期的 最終五年十年 沒有錯啦 你現在是急迫性 歷史性的這個危機問題啊 這一個 實在是這也是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 所得比的問題 絕對不是很短暫的時間來 當然啦 但是你最需要 你要把它控制 你不要讓它繼續惡化嘛 所以所得比 意義有兩種 第一個你就拉高這個 所得嘛 你看最高嗎 所得包括我們這個 跟國外去簽訂 這個區域的經濟協議 這個也是一種 促進台灣經濟 比方說一個年輕人 這樣一句話說 他兒子買不起 這台北市的方式 不要說他兒子買不起 我也買不起 非常高 非常高 連我這望之向背 望之心探 如果一個年輕人 他的所得是100萬 如果現在15倍 是不是1千5百萬 對不對 不是剛才 我想 沒有啦 沒有錯 沒有錯 你要把他降到10% 按照這個江院長的說法 降到這個10倍 你是要把他這個 所得拉高到150萬呢 還是把他的這個 這個房價降到1000萬 這個哪一個比較可行 我們現在的政策的方向 住宅政策的方向 不是讓他一下子要去買房子 要讓他有房子住 這是我們的方向 我想 我也承認 買房子是中國人 大家一個 很希望的一個理想 但是年輕人 一下子要買房子 當然很困難 所以你就是社會住宅的部分 你要警告嘛 是 好了 以前這個江院長 在當江部長的時候 他提出什麼政策 你知道嗎 針對社會住宅 出租住宅的部分 出租住宅的部分 他就是有社會住宅 目前提供幾戶啊 目前提供幾戶 我們會有一年 大概將來會變成兩萬多戶 對 兩萬七千 目前啊 目前啊 就是江部長的時候的政策啊 他一直強調要提供 這個公共出租住宅嘛 他目前他執行的狀況是怎樣 有幾戶啊 目前我們現在 十年內 我們希望能夠新建 目前嘛 我告訴你 目前你回答我 目前有幾戶就好了 你十年十年 搞不好不是你們當政啊 6,813戶 啊 6,813戶 目前還6千 都集中在哪裡 呃 在台北市 台北市跟新北市 執行了多久 他當部長的時候 到現在執行了多久 現在我們執行的部分已經簽約發包的部分呢 大概差不多就有 你會後提供給我這六邊 6,831戶的詳細的資料 所以你未來十年要提供到幾戶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一百一百戶 新增加的 都是在新北市還台北市嗎 以台北市跟新北市為主 為主 然後呢 空汙的部分要怎麼處理啊 你現在全國的這個 不要說全國啦 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空汙數量有多少 呃 空汙的定義應該很明確吧 我們從 我們空汙是很難去查啦 但是我們從它的用電啦 低度用電來看啦 台北市大概 低度使用啦 低度的用電的話 台北市大概有百分之7.8啦 7.8 幾戶 大概7.97啦 7.9 然後那個大部長有幾戶 五萬五千戶 大概是五萬五千戶 新北市大概九萬六千戶啦 九萬六 大概是十五萬戶啦 這樣差不多十五萬戶 但是這個 我可以把它視同為是空汙啦 這空汙你要怎麼讓它活化 你不要讓它放出來 這個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 代租代管的這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人他不願意 拿出來就是怕將來房子要不回來嘛 另外就是 這一個 這個收租金收不到 部長這代租代管齁 我從這個江一話聽到李鴻爺 再聽到你這邊呢 聽了三個部長 還是沒有上路嘛 所以問題是在執行 你也要畫大餅大家都會畫 我畫得還比你漂亮 問題是 你的工夫啊 你有沒有破壞能力去執行 這個問題 這個代租代管我們會的總 所以你說拉高所得壓力房價 金融界完全不看好 專家學者也覺得對你們目前所提出的政策 也都是這個非常的悲觀 而且你說大海新事證 南水家大海新事證 才不會拿到 空出那麼多 你還要開發這個大海第二期 第二期你還要繼續開發嗎 現在這座環評 那目標還是要繼續開發嘛 但是我們會檢討這個 他的這個話 你現在第一期空污數完了 第一期大海新生第一期 空污數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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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污數我們沒有這個 這我是不是回去再用書面回應你 你不用回應我 我可以回應你啊 我這邊都還有資料啊 這還要我來回應你 還要我幫你解答 我要看一個資料 我要這個資料 我等一下會要提供給你 不是你提供我提供給你 謝謝感謝 抱歉 你看看那個 目前大海新事證第一期有多少空污 這樣那麼多空污情況之下 你還要去做第二期 所以這個是必須考慮的 如果要蓋的話 你政策目標已經要做嘛 你要做的才會有環評嘛 他因為是配合那個 捷運 捷運的這個興建的這個一個計畫 你們到底等來是要做還是不做 那錢你們要出來 負責運的か 역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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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